今天我们来介绍蛋黄酥的做法 蛋黄酥做了很多次 新手零失败 不用出手套模 简单快手 成品颜值高 层次分明 酥的掉渣 您需要准备以下这些食材 为了方便以后查阅 您也可以点赞收藏本视频 称量好所有材料 咸压蛋取出蛋黄 擦干表面 喷点白酒 烤5-6分钟 切两半或者直接用一个 水油皮和油酥分别揉成光滑的面团 水油皮揉成像这样的 全部均分8分 取一块水油皮包上一块油酥 收口 全部包好 我做了双份的 擀成长椭圆形 自上而下卷紧 全部卷好 松弛20分钟 擀成长椭圆形 再擀成长椭圆形 自上而下卷起 松弛20分钟 两头朝里 按扁 擀成中间后边圆薄的面皮 挤上豆沙 放上一块蛋黄 捏紧 收口向下 摆入烤盘 刷上蛋黄液 撒上芝麻 180度 25-30分钟 好了 就到这吧 谢谢观看 欢迎订阅关注